大家好,我是洋风水大师兄 欢迎大家再次回来到我们的中华智慧大讲堂 上节课教会了大家看天干地之五行阴阳的属性 并且在分析的案例时候提到了 我克者,克我者,生我者的关系 八字里面我们把这种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 用一个名称来表达,那就叫十神 一共有十个神 大家最清楚,最想了解的话 就是正财和偏财 财是什么?财是日主所克的,就是财 统称一个术语叫我克者为财 日主所克的,就为财 上次提到的八字的案例 命主是属水的,他的财五行肯定就是火 因为是水克火 那么火,大家也知道 分为阳火跟阴火 水也分为阳水跟阴水 润水呢,它是阳水 阳水如果它克的是阴的火呢 这个被克的阴火呢,就是它的正财 所以阳克阴,阴克阳都是一样的 都是为正财 那么阳克阳,阴克阴,阴克阴 比方说,润水克的是炳火 丁火克的是贵水 那么这个就叫做偏财 所以阳克阳,阴克阴叫偏财 正财偏财呢,这个名号号这样子就出来了 它不管指的是我们的财富 正财叫做稳定的财富 偏财叫做不稳定的财富 而且呢,它还代表了我们的六心 对于男命来讲 正财呢,就是他的正妻 妻子,偏财呢,是妾 那么现在我们废除了多妻的制度 都是一妻 那么所以现在的偏财没有了妾 那这个人呢,就有了情人 一个人呢,如果日干呢,差之比较强的 克得动财的话呢 那么他八字里面呢,正财出现了 偏财也同时出现了 那么这个大家就可以想哈 他这个人呢,走到这一步运的时候呢 事情就来了 除了有妻子,那外面还有情人 一算一个准哈 只是呢,我不坦率 我们不能够太坦率地跟他讲哈 因为如果算命的是有两夫妻来讲的话呢 我怕他的妻子会难为行 那个男的会将要跪那个脱衣板 但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我们看的食神呢 我们把这些名词的含义啊 搞明白呢 获得了看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基本的方法 食神论我们就出来了 接下来除了正财跟偏财之外呢 同国者的还有个名号叫做比肩 这个词呢,也是我们汉语当中的日常的词汇 就是自主同样五行的 就叫比肩 而且不光同类的五行 还有同样的属性哈 五行的属性 就是比方说润水 看到了润水 同类的羊水 那么我们叫做比肩 就看到了自己的比肩 是兄弟姐妹 在社会当中叫做同事同辈 一个人呢 如果他的比肩对他有利的话呢 也就是呈现出兄弟姐妹之间呢 可以互相的帮助 在单位啊 在公司里面啊 同事会对他比较好 这些呢都是八字里面的信息 比肩呢也代表了同性 同性指的是五行中 同性为羊啊 同性为一样的五行啊 大家要记住 那么除了比肩之外呢 学习过的同学也知道 同我者为比 还有一个叫做结 那个结叫什么 叫做结财 结财呢 他叫做异性的同类 就是因和羊 以润水为例哈 贵水呢 就是他的因水 那结财就来了 结财是什么意思 抢你的钱的人 结你的财 当然啦 有可能是好事 因为有些人呢 他的财太旺了 自己磕不动 财多是什么 伤身 财多身弱 这个时候呢 财 对他的帮助不大 但是他如果有了结财 那是能够帮到他的 这个呢叫做用神来了 假如八字本来就很财 就八字本来他就很强的 财本来也是不多的 这部运他碰到了结财 好了 真的就是抢他的钱的人来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神了 同类的是有两种情况 我现在呢 先把这个时辰呢 简单的给大家去介绍 接下来会有详细的解析哈 大家不用着急 好 接下来是叫做正硬跟偏硬 偏硬我们叫做消神哈 这两个呢 都叫做硬 所谓的硬呢 就是生我的 生我者为硬哈 比方说我属土啊 是羊土 那生我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火 我看到火呢 那硬就来了 看到和我同性的火呢 同样的阴阳的火呢 碰到了 比方说我认水啊 碰到了柄火 那就是偏硬来了 也叫消神 那么见到了丁火呢 那么异性来了 那么就是正硬 硬代表什么 生我的是什么 那就是我的母亲 正硬是正母 偏硬呢 是树母 也就是第二个妈妈 一个人的八字里面啊 正硬偏硬同时出现呢 他的力量 首先要看他的力量 如果力量是一样强的 那么可以断这个人呢 父亲不只是一个妻子 可能还有一个情人 或者一个妻子走了 又来了一个妻子 你有了后母 那么当然 要综合的来看了 不要看一个人 就有了这个正硬偏硬 因为现在八字很多人 都有正硬偏硬 就断别呢 有两个妈妈 这个是不对的 还要看他的力量的大小 OK 先说这些信息啊 那么我接下来再会看 就说教会大家 怎么去活看的 因为先搞懂了他 你才能活看 OK 观啊 观是什么 克你的东西 我们叫做 克我者为观杀 一个人命中呢 不带观心 或者被这个观心伤到了 那么这个人呢 在观场上面呢 是不会有太大的发展的 一个人呢 命中带观心 而且还非常有力量 那么你可以断他的这个社会地位呢 肯定不会低的 有可能是做官的 或者在公司或者单位上面呢 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这个就是观心对一个男人或者女人的作用 而观呢 对于男人来讲呢 它是更重要的 因为正观跟偏观是不一样的 都是克我的 杨克阳或者阴克阴呢 它叫做偏观 那么杨克阴 阴克阳呢 那个叫做正观 那偏观呢 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名字 我们叫做七杀 什么杀 杀破狼里面的杀 杀破狼代表了七杀破军 贪婪 好 OK 如果配合六星来看的话 对男命来说 七杀就是他的儿子 看到正观就是他的女儿 所以我们断他有子女的话 就看到命盘里面 是七杀还是正观 当然了 也是要活看的 儿子跟女儿都是克女 所以你要承担起来呢 那个做父亲的这个责任 但远远儿子呢 对父亲是要好的 因为父亲呢 是跟儿子是有一个社会的关系的 所以我们说 女儿就是招商银行 儿子呢 是建设银行 女儿 他是正观 比较好养 儿子 我还要给他买房 他克我很厉害 所以他是建设银行 这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普遍的一个道理 大家听听就知道了 那么正观和偏观呢 它还是有区分的 区分在哪里呢 男命跟女命是不一样的 男命看到的财星呢 就是妻子 我们说妻妻为财 女命看到的官星呢 就是看到了丈夫 我们叫古代 女生叫自己的丈夫叫什么 叫官人 克你的 克我者为官 他就来了 那么一个人的八字呢 没有观星 也无财星 那么我们就说呢 如果这个命盘是女命的话 这个人呢 就应该是单身的 或者就是无身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就是完全没有桃花 完全没有官杀 那么命中不见观星 但是命中有财星呢 这个女命 有没有老公 也还可以 因为财呢 可以升官的 升啊 升旺的升 财为什么可以升官呢 我们以认水为作例 克它的是土 对吧 假如它是女命的 那么土就是它的官星 官星来了 那不见土呢 有什么可以升土呢 火是升土的 火跟水的关系是什么 水克火 对不对 我克着为财 那么我们就很明显知道财是升官的 一个女命上不见一点的官星 乃是不见一点的财星呢 那么我们可以断定这个女生呢 其实这辈子呢 嫁不出去 基本上呢 如果看到她的这个八字里面还有有三官的话呢 直接断她 姻缘不好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不能说她没有异性缘吧 也就是说异性缘 可能会有 但是呢 就碰不到一个结婚的 因为我们论能不能是正观的话呢 就是看她的真正结婚的这个时间 这些事情呢 直接了断 断出来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在学八字的时候呢 叫做大家大胆一点 不用担心 你只要敢断你的八字 才能学得好 基本上按照我说的去断 一断一个准 非常的学 就学说来讲的话 是非常的简单 因为中国的学问来讲的话 是非常的直观的 OK